那我们现在冲装也冲了嘛 附魔觉醒一阶也开了嘛 所以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唤醒我们的影装查看 好准备来唤醒我的第二把影装 银弓唤醒我的材料在仓土里把它拿出来 好材料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来唤醒我的第二把影装 银弓唤醒准备 1 2 3 确定 唤醒成功 现在我的影装常攻是等级1 好现在准备升等级2咯 现在把我的第二把影装升级到等级2 本次升级几率为90% 是否确认升级 准备 1 2 3 成功 yes 45 这个影装 银弓3的材料要45 5个45 好今天又来花钱了 都成4个 所以我还差41 好来准备材料 我们来去斐杨的弓箭手村开我们的影装三阶 毕竟在弓箭手村散发的灵气应该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 好我们在猎人工会前面开我们的影装三阶 准备本次升级几率为80% 是否确认升级准备是否确认升级准备1 2 3 g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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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这个地方气氛是不一样啊好现在哇我没有想到哎我听很多人说很难上哎没想到可能难的在后面啊可能到等级3都还蛮好过的毕竟80%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先加攻速暴击物伤附加还是幸运来看一下哦暴击攻速物伤附加这都可以升满吗 149这个也是吗这要两个四个哇这是倍数增加哎好我们先加 诶 可以一直加 哦到前面五等都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先把百分之百的加满物伤附加 所以我现在三阶所以照这样来讲的话就是第一列可以到等级十五第二列可以到等级十第三列最高就等级五以我目前等级三的状态来说啦是这样子的等级上限好我们留些这个也是要要钱也要工会币哎好我们要先加到五等 你太够吧 物理吸血耶好嗨哦 吸好吸满啊 这边又加攻速所以你看长弓真的是不缺攻速哎 五等就加七五等就加六十了然后名藏这边也加攻速这边加的是最终攻速五等是加到百分之十五这里是加物伤附加这个也很补哎 好再来第三个只能选一个对不对恶联石新神凝聚这个加攻速这个加物防降低应该是这个比较好这个需要等级这个直接装再来是硬科普通攻击时有75%触发刚刚扎里是第三个是普通攻击有百分之十四触发恶联石同时造成目标最终物防效果降低 1.875%最多结加四成持续6秒所以1.875 乘以475%在6秒内会降低最终物防效果75%如果跌满四成的话这个很屌好硬科是提升驯音速百分之7.5的触发几率普通攻击时有 我们先试试看这个好不好这两个来测一下哪伤害高我们先用专注射击一如果专注射击一比较高的话我们就升级他那如果驯音速高我们就用驯音速剑出是 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延长狙杀瞄准装斩气凌这还没办法开那之后就是慢慢往这个 哇后面这个要90个银弓山等级的材料升到等级4啊好棒喔长弓也开影装了耶真的是很开心啊直接在那边撤起来了 到底我们伤害可以差到多少呢刚刚是一开始是64000嘛然后飾品加6然后附魔觉醒1伤害到68000 那我们现在开了第二把影装开到等级3看一下目前伤害可以提升多少木头人一分钟开始 我们下期再见 7万8多了1万伤害多了1万伤害 如果是从一开始大概多了1万4、1万5的伤害 好我们记一下这个目前的伤害 然后我们来换一下刚刚说硬科的这边提升薰衣素7.5的触发几率 伤害看哪的比较高 7万6所以伤害比较低 所以感觉还是用专注射击比较有效 所以他现在会触发专注射击7.5% 所以我在我的技能部分自动施放 我可以把专注射击拿掉吗 我先把它拿掉 然后我们再来测 那标准是以刚刚那个7万8的基准 看有没有超过7万8 所以以目前的状态来说触发几率还是过低 但是在之后如果你的射数影装你装备等级升上去了 你可以不用放这个专注射击在自动链里面 因为专注射击我目前的话是每4.3秒放一次 所以他的效率比4.3秒还要低 好但是目前伤害7万8了耶 好嗨哦而且是我第二把影装哦 如果我一开始就是弄长弓的话 我现在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啊 一定是6位数了 好很开心啊 虽然花了点时间 因为在我开了影装以后 到我今天拍摄 中间有隔了几天 那我一直想升级 但是又因为想要把这个过程完整记录下来 所以一直到现在才有时间把它拍摄 那把它升级 所以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刻 想要知道到底伤害可以提升多少 还有就是之后影装的部分要往哪个方向去升级 对如果我目前材料够的话 我们先加这个基本的好了 先把后面的加 互商附加 好这也加到10 材料应该够了 哎呦失败耶 哎呦失败耶 很坏 好现在要两颗的那个共会币 好这边把它升满了 再拓纹 哇这材料也不够啊 我们平均升好了 再来测一次好了 8万1 又多了3000 又多了3000 影装真的很夸张 哦对了 因为刚刚要需要熔练材料 我把我的死 因为我70等了嘛 刚好可以换70等的武器 所以刚才伤害 这边有加加了一些 在我开影装的时候 又加了这个70等的白装的伤害上去 那我就把我的60等 十字长弓刚好拿来熔练 就刚好够材料 可以冲到影装3等 我的蓝护符也可以升级到70 之后再把它升级上去 然后我的视频加6 这个很扯 很开心啊 好那这就是这一次的影片的内容 开了第二把影装 今天算是满满足大 累积了好久 然后一次把它完成 真的是很兴奋啊 非常开心 那这次影片就拍摄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下一支影片可能是结婚的任务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点赞 订阅分享出去 还有一定要记得 帮我开启小铃铛好不好 这样就可以收到 回影片上传的通知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大家拜拜